焦点来关心高雄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 当时有民众看到这名骑士不但单手骑车 还打方向灯转换车道显向还生 之后国道警方抵达民敌 骑士不但不停下来 甚至又往前冲了数百米 最后被前后包夹压制在底 高举左手一路蛇行 机车骑士光着脚压 当街危险驾驶 俨然就像表演杂技 不过四周却都是轿车 因为这个地方竟然是在国道上 眼看骑士我行我素被远警鸣笛蓝亭 也毫不在乎往前冲 警方只好合力在路阶强行压制 解决这场荒唐闹剧 轿车驾驶全程目睹 警跟骑后都忍不住捏把冷汗 26号晚上当时这名成姓女子 因为不明原因误闯国道一号 在男子路段狂飙 打着方向灯举止怪异 还不断变换车道 似乎是乐在其中 过没多久警方赶地不断鸣笛闪灯 但女子毫不理会 直到被前后包夹才乖乖 束手就擒 联系家属请她到医院将其带回 在机车误船高速公路部分 我们会依规定依法之单 国道上广大街也被依法开罚 但是否涉嫌妨害交通往来安全罪 还得再调查决定 根据了解证明骑士 没有受伤也并非救驾 所幸没有酿成意外 为何误闯将再厘清 解证明骑士高速公道